天龙八部最大的赢家就是扫地生 天龙八部所有的恩怨怨到了结果 不管是这个慕容家还是这个肖家 他们都派了最大老大去偷书了 慕容伯呢去少林寺偷书了 结果偷书了自己得了病 儿子也得了病 就这样全家都倒霉了 然后呢肖峰他老爸肖眼三也去偷书了 偷完书了自己神经病了 他儿子也倒大霉了 唯一一个偷书没有事的就是那个扫地生 因为大家都是来偷书的 但是都不够子彦同学 还有慕容伯同学都是天天去少林寺偷书 就是不厌老老师的加入少林寺 老老师设扫地板 你看像扫地生同样也是来偷书的 人家偷的都敬业 默默我们几十年如一日 在这个长津阁里面扫地板 认认真真的偷书读书 就这样子 最大赢家就是 即使我们去做小偷 然后我们也要融入 彻底的融入这个患罪的环境之中 然后做到目抹两万 然后达到人生的最高巅峰和境界 你看那肖眼三有什么好呢 结果他儿子被淹忘了 被弄死了 自杀了 你看那个慕容伯有什么好呢 偷书也要专业 一定要向扫地生同学学习 偷就偷一辈子 就这样子 然后老老实实的 在长津阁里面老老实实的扫地板